大家好 我是王永忠 欢迎收听我说到哪里了 刚才一开始跟大家讲说今天我要公器私用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是我65岁的生日 也祝福今天10月26号一些过生日的朋友祝你生日快乐 今天要有一位来宾来就在我的右手边 刚才保密了一下你们看我们两个长得像不像 他就是回娘家 从美国回娘家到我们家的王林 王林小姐 跟听众朋友问好 大家好 要回首吗 他们应该看不到我 看到你看到 你 大家好 我是王林 对对对 因为今天我们就做一个特别节目 今天是由王林访问他这个老爸爸 老爸爸这个服务听众跟观众朋友这么多年了 那今天是生日 说我们就公器私用大家好玩一点 所以各位觉得这个这集很无聊 懒得看你王伟忠的那个妇女 你把关掉 没有关系 这样就叫伺候观众 伺候听众 听众观众最大 晓得吗 晓得 了解 好 那你有什么 那我就把主持棒交给你了 这也太随性了吧 不是随性了 这就是这样子啊 对 然后你想想听众朋友可能会对你爸爸有什么 可能 这个感兴趣的事情 你要站在听众朋友的立场来问 因为你对爸爸呢 有所了解 那么多年不在家 对爸爸是非常了解呢 还是一知半解呢 我觉得应该是蛮了解的 OK 就是可以从很客观的角度来观察这位人 人事 这位人事也没什么了不起 就是我们就服务观众 服务听众这么多年了 爸爸20岁到现在 整个45年了这样子 对 对 但是祝你生日快乐啊 今天65岁 是一个蛮大的里程碑 对对对 你有没有特别大的感触 65岁 你觉得改变最大的是什么呢 没有啊 我那天 除了搭公车可以搬家之外 对啊 然后领了那个 所谓的这个 做公车不要钱 做那个 这个高铁 高铁 搬家 对 隔两天我们就要去加以给我爸爸 就是王林的爷爷 老祖 大爷 还有旧老爷 烧香 那个是我们的老家 所以他们都是 这里面有几位 三位都是从大陆来台湾的 然后就把台湾当做根 然后留下来 我每次只要有重大的事情 或者是说女儿回来 我们都要去跟她 跟他们报告一下 这是很重要的 王林也很守这样子 传统跟规矩 我也很感动 就这样子 你刚说到哪里了 我是想要问你说 你觉得你65岁 又什么 变成65岁之后 没有特别大的感触 就是你有觉得这是 你有感觉到自己老了吗 还是觉得还没 你还是你觉得65岁是现在的新的40岁 这种感觉 没有没有没有 爸爸觉得年龄是挡不住的嘛 所以几岁都无所谓 但是你自己有没有成长 或者身心还是很健康 我不太会感觉自己几岁了 我就觉得可能开完就开玩笑 能够让大家愉悦就愉悦 就尽量讲体力有一点点差 所以你爸爸我体力有点差 你爸爸我体力有点差 但是心灵上的年纪如果你要给自己 你看你爸爸心灵上怎么样 你不是很客观可以看我吗 好像很难定义 所以你有时候你有时候会是好像十几岁的青年 然后有时候又有点像是一个老爷们 你知道吗 OKOK 所以对 但是如果心情上没有感觉到自己很老 那就很好啦 不会啊 感觉现在六十五岁 因为大家都是活得蛮健康的 然后蛮有就是医疗也进步嘛 所以大家都可以活到就是常年百岁这个状态 你的中文还可以啊 但是就是所以如果可以六十几岁 开启自己的第二春或第三春是很棒的啊 学一下新的东西 或者是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 第二春是跟你妈有关系吗 Oh sorry 没有就是人生的就是一个新的阶段啊 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六十五岁之后 有没有还没有完成的事情想要去做 觉得说一定要的 有点补课啊 就希望到美国能够读点书啊 就是读点 从来没有留过学嘛 不像你 你是我们家从清朝以来 从荣红之后第一个在国外留学的 你知道吗 你很幸运啊 对 然后呢 爸爸也没留过学 你妈也没留过学 所以希望去体验一下美国大学生活等等 不生活了就想读点书 可能了 不过看了 就看状况了 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我还蛮希望的 因为读书的时候就 就很功就工作了 对 所以你不要一直保持的那个 不是因为这个椅背没有办法靠 我会跌倒 所以我需要做的很轻 这边跌倒的人蛮多的 OK 所以这个大概补课人生嘛 像爸爸学习起码 所以多学习 补课人生 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对啊对啊 你在学东西 在我这个行业里面 我说我一跟听众朋友报告过 就说 我想学animation 就卡通的storyteller 就说故事的人 那如果学了这个东西 就跟我年轻的时候 我自己认为这一点漫画思想 看能不能契合 搞不好回来还可以 还可以帮帮年轻人去 去做些这样的事情 想啊对 动画是真的很好玩 你有最喜欢动画片吗 对那个听众朋友大家知道 我配过Mr.Incredible 就是超能先生 也配过毛怪 然后王林也配过 王林跟我配过什么 雷霆战狗 雷霆战狗 那个狗 那就是你在配的吗 狗是你 我是人 对我是配你 那个小女孩 对对对 跟雷霆战狗是partner 那个小女孩 对啊很好玩 那很特别的经验呢 而且我也很喜欢动画 对对对 你也会画画吗 所以你最喜欢的是 哪一个可以说一下吗 如果你觉得你 无论是配过 或是看过里面 我这两个 其实毛怪跟Mr.Incredible 我都很喜欢 那超能先生那个样子 那个看起来很强壮 而且又是爸爸的角色 对对对对 那个很感动 而且很保护他的家人 这一点就是跟你很像 对很感动 其实也超能先生 尽量会出错 可是他对家人非常保护 我很喜欢这样的形象 而且他从上班族 变成回到超人 那个真的是很感人 对啊 我觉得每个人现在就是 尤其是上班族上班 就是每天很累这样子 一定会有想要天马行空的时候 所以那个电影就是很疏压 对对对 尤其是动画这种 对对对 然后Mr.Incredible有两集 第二集也很好看 那以前Pixar其实都是 你大概一个人 大概只能配一集 没想到Mr.Incredible 超能先生有两集 毛怪有两集 所以我变成 我变成大概配Pixar最多的人 我们现在是 谢谢电影公司的赞助吗 没有 对啊 我都很喜欢 是真的很好看 毛怪又是另外一个个性 毛怪因为我小时候做儿童节目嘛 所以我对 他那个戏是讲说 孩子要惊吓他 然后也就很多惊吓的能力 就可以发电 变成电影公司 后来发觉 其实孩子笑声的力量 比惊吓的力量更大 那只是个意义啦 那个意义还蛮有趣的 爸爸毛怪的时候 很愉快 我蹦蹦蹦 跟那个大眼仔 对 大眼仔就是 娇娇 黄子娇 所以每次见面 到现在 黄子娇见到 我还会叫我毛怪 我说大眼仔 对 爸爸这个行业很有意思了 对 都是在努力做一些 自己有兴趣 那观众跟听众 就有兴趣的事情 就这样 对 你不要严肃 你想到什么就问什么 帮听众朋友问 就是好玩嘛 今天是我的生日 所以我们就轻松 轻松也是预录 因为我晚上有一个 老婆要请我跟家人吃饭 所以对不起 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动作 也特别节目 希望各位听众朋友 能赏光 OK 所以你有没有什么65岁的生日愿望 我的愿望就是希望 其实说起来还蛮八股的 什么是八股 这八股就是希望这个 就是我自己跟我所认身身心中健康 然后希望台湾呢 就能够很和平 很自由 有进步 让年齐人有希望 我发誓讲真的 就讲 一个很有大爱的 生日愿望 对 你像讲爸爸 他感觉非常不好意思 没有 这样很好 有用 有可以许愿的机会 就是多散发一些大爱 我老大是处女做的 从小就很乖 他妹妹的曾经被他的睡姿 睡觉睡姿吓到过 他老妹就是比较古怪经理 牡羊做的 他那个妹妹跟他一起睡觉 有些人突然跑来跟我们讲 很小的时候 然后两个同胞就 妈 爸 我跟你们讲 跟姐姐这叫太可怕 他躺下去这样子 穿起来还是这个样子 这是一个吸血鬼的动作 完全 完全没有改变姿势 这就是我老大 我这个 我没有什么变真的 从小到大 对对对 发型也没变过 没变过 脸孔大概十几岁开始 就是长这样子 就没有进步了 这没什么进步 这很好啊 你可以一直保持 这个词是蒙娜丽莎的微笑 可以啊 然后现在都已经做人家新娘子 一毕业之后 就被他同学追走了 就是这个样子 会不会觉得结婚结太早 凡你老公也不懂中文 他也听不懂 反正这个应该也没有 没有英文字幕 什么东西 我说反正这个应该也没有 字幕所以没有关系 还听不懂 你说subtitle 英文subtitle 好像没有 我那天还特意去查一下 可不可以按开 有没有翻译 结果没有 就想说好吧 对啊 还还蛮早的 说实在没有想到24岁 就会结婚 而且完全是一个 很靠冲动的东西 但是我们相处下来 就是个性很合 然后他是人真的很好 所以对 但是真的是没有想到我会这么早 没关系 你奶奶二叔 我以前预想的都是28 可是看一个疫情过后之后两年 就是两年多这个疫情 然后关一关 疫情出来我也已经27岁了 所以如果当时没有嫁的话 现在也要早 也是有可能有点着急 所以你 never know 就是生命远生很奇特 婚礼就delay了两三年嘛 对不对 然后今年的6月才在美国 真的办这个婚礼 不过结婚已经快三年了 已经三年了 已经三年了 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疫情 我已经当了快要四年 三年多 快要四年的新娘 实在是很不好意思 然后如果到时候台湾还要再办的话 对啊 对啊 可是你婚娘家 快要四年的新娘 当然你结完婚跟办婚礼 中间也回过台湾 可是你这次回娘家 爸爸心情就不太一样 爸爸就陪着你 因为婚礼办完了嘛 对啊 然后就比较正式了 然后爸爸就很骄傲 骄傲的是也不是什么 骄傲的意思说 带你看看所有的老朋友 大家吃吃饭啊 爸爸就觉得 不是画了一个图给你看吗 就好像那北韩的将军 一大堆的那个勋章 画个图给他看 在那边发表演说 只有狗跟猫听我讲话 没有人理我 但我很骄傲 骄傲的是没有什么 就是觉得我的女儿也成家了 我觉得成家是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家我就是全世界 最重要的核心 家好了 我觉得很多事情 就是还蛮重要 还蛮好的 OK 然后OK 我们现在等一下 还在一两分钟 就要进 就要进广告 听点歌等等 他们今天也选了 很好听的一些歌 好耶 对对对对 然后你还有什么问题 要问我 在一两分钟内 能够回答的问题 我现在好像想不太出来 没关系 广播不容易吧 对不对 你就要随时想问题 而且 对啊 其实也没有什么 而且不能废话太多 要不然听众会觉得说 不会 其实 也没关系 其实下班时间 听众朋友就是听得愉快 开心 对对 大家真的上班 真的都很辛苦 也不要太多什么知识性的东西了 对啊 要不然听得也很无聊 对对对 就讲点生活的一些东西 有一些比较有趣 比较幽默的 对对 我们两个都有一些幽默感 我们全家都有了 我们那天才在聊 你说自己有幽默感 这个事情蛮幽默的 好我们休息一下 Oh my God 大家好 我是王伟忠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今天的单元名称叫做 你看我们像不像 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的女儿 王玲 她是回娘家 这个放假回娘家 然后我很开心 然后我们两个也做一个这样子 我生日 今天是我生日的专辑 也做个纪念 然后祝爸爸 生日快乐 我们同时要跟听众朋友讲说 我们就有点宫器私用了 但是还是祝福 大家也是今天生日的朋友 生日快乐 然后跟我女儿呢 共同服大家讲点笑话 我们已经刚才讲了 十几分钟笑话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 有没有觉得好笑 对你说我们家人 都有点幽默感 你现在会紧张吗 不会 可是很有可能 那你这样讲 很有可能 只是我们自己觉得 自己幽默而已 不会 你蛮幽默的 我觉得女孩子幽默很好 对啊 你老公有说你幽默吗 可能因为他的幽默感真的 他笑点很容易是 可能因为真的我比较好笑 所以我们跟朋友吃饭的话 我讲的话都是 别人会笑的 你蛮好的 你那个 可是有幽默感很好 可以让自己放松一点 要不然大家每次就是 也不是大家 但是就是人的压力已经够大了 做现代人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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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对 所以 有时候轻松一点 笑一笑自己的 不论是痛处 或者是快乐的地方 对啊 对啊 对 所以爸爸就 爸爸就是这个 在这个时间之内 跟大家聊聊天 希望 对 然后下班跟下课时间 你说我们家都有幽默感 你妈有幽默感 你妈摩羯座 你妈蛮严肃的 你只老实说 你妈不在那会看 我觉得可能在 你面前的幽默感 跟在我们面前的幽默感 比较不一样吧 怎么是这么说 就是还开你玩笑 在我面前 就是蛮好笑的 对 你妈 你妈会讽刺我 对啊 而且你妈现在很会管我 讲什么都被管 讲什么都 我觉得 可是你 我说自己结婚之后 才发现 可以管老公 然后老公会怕老婆 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你那个 你老公现在怕你了吗 没有吧 还没 对 我可能现在 对还没 你知道为什么 再过几年 可能就是野性 就放出来了 就会比较凶一点 你说老公 你可以问爸爸 你说老公为什么怕老婆 为什么 你真的不知道 我觉得每个人不太一样吧 但是你可以回答一下 你的想法 老公不能说 其实不是怕 对啊 怕是爱的一种表现 对对对 其实老公是很需要 就是你很需要那老婆 然后那老婆很照顾你 那你也觉得他有点很辛苦 你会帮你这个相夫教子啊 帮你把家里整理得很好啊 你会觉得他很多事情自己 你看大家都穿飘飘亮亮 他要做很多事情的 你会觉得真的有点亏欠他 有点说人家一个女 所以怕的原因是亏欠吗 听话的原因是亏欠吗 亏欠这里面很复杂 这里面包括说 人家飘飘亮亮的女孩子 在人家家做女儿的 然后嫁给你 嫁给你 你能不能提供他很好的生活 或者说你能不能让他活得愉快 当时你追他的时候 觉得他漂亮啊 漂亮没跟人定义不一样 但是你觉得他就很吸引你 你把他娶回家了 就发现他也要做很多事情 陪你的一起 岁月里面 陪你的慢慢的 也要担心你家里的事情 要担心你的事情 要帮你养儿育女 你会觉得说哎哟 真的是 真的是觉得很辛苦 你就心疼了 可是你像这样 阿嬷讲台语的 听到吧 就疼他 就很疼惜他 那疼惜他慢慢的 慢慢的 然后他有 他青春又到了一个阶段 又开始更年期的时候 更年期他全身会躁住 身上跟蚂蚁一样 在爬一样 然后睡不好 每次都 你看的 那男人没什么更年期啊 男人没有什么明显的更年期 男人是有躁育症 所以就是这样子 他听到我觉得应该是蛮欣慰的 因为我相信很多女性 或者是太太们 不管可能也不只是单纯是女性 就是两个人之间 如果对你的对象是感受得到 你为感情跟家庭的付出 然后懂得感觉到欣慰 那是一件很重要 而且很让人会 也是相同的欣慰的感觉 但是男人不太会讲 男人不太讲 有些男人很棒 说你辛苦了 但我们这种男人就不太会讲 但是需要用行动表现 不要不太会讲 就是就开始对老婆 那就单讲也不行 没有行动也不行 当然了 但是就是心理上就觉得 你就慢慢弱 女人就慢慢强 但女人也是一样 她还是个人 她越来越强之后 她就越来越强 她就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所以是一个平衡 对吧 此消彼长 对对对 所以你觉得 男人在家里 所以 所以你觉得要怎么疼老婆 是你的方式 你疼老婆是什么方式 我觉得 男人疼老婆 就是有一碗饭 就七小先吃 这是我 这是你爷爷告诉我的 你爷爷最大的遗憾 就是我们家四个小孩 他没有看到我跟你妈结婚 你爷爷在村子里面 是帮任何人 当私仪办婚礼的 他去村长 就是他自己 最小妖儿结婚之后 他没有看他过世了 可是你爸爸 你爷爷以前 最早跟我讲 做男人就是 我一碗饭 先给七小吃 然后呢 然后你就可以出去喝酒 你爷天天在外忙 忙处理事 到晚上就去喝酒 他真的是 他真的就是为这个家 我觉得这个是 这是我的认为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 爱护太太最好的一个方法 对 所以有饭先给她吃 对 当然是这样子讲 然后男人就要负责任 我觉得男人就要负责任 不像女孩子 你们像女孩子很能干了吧 有时候也不靠老公 比较独立 而且光靠老公 在现在 以现在的 这个经济环境客观来讲 也不行 必须要双心 顶客主 双心去赚钱 在家里 当然每个人还是不一样了 但是就是 如果有能力的话 对 但是真的没有 哪一个比较好 哪一个比较不好 你当全职妈妈 全职太太 也是非常辛苦 对啊 对啊 可是我觉得女人 有种天心 就是说 很多职业妇女 她回到家 她还是觉得 很多家事 她应该做 你有没有 你不会啊 我不会 我跟听众朋友 她老公Chris 就自己烫床单的 然后自己 她很爱做家事 所以我现在把碗放到洗碗机里面 这个是放的还蛮轻快的 你们家有两个人 对 她有兴趣做这个事情 她喜欢干净 然后她很 对 对 可是 对 你像你妈做那么多事情 然后 太多事了 她们那一代的五年级的女生 还是回家 又工作 又回家还是觉得做家事 她有一份责任 她很少要求我做家事 不然她会累积这种气氛 越累积越多 会 绝对会 到年纪的时候 绝对会 她就 我找哪边看书 你的那个家庭电器 可能有90%都不会用 所以 这个气氛感是会多年累积下来 对 她这个气 对 想说请你帮忙微波一下东西 微波炉不会用 那不是很气氛 不是那微波炉你要 我用太大力气了 一直按它不亮 它需要亲碰一下就好了 那我哪知道 他亲碰一下就好了 对 你妈就累积这种气 你知道夫妻吵架 这种小事从来真的吵这种事情 从来看似是因为这个小事 但是都是因为后面有很多深藏的意义 你爸爸我 你结婚之后 才会因为小事情吵架 你爸爸我说你结婚之后 还蛮怕你 很奇怪 还蛮怕你跟Chris会吵架 会不愉快 会啦 一定会啦 夫妻都会 那我不要管 情侣也都会 对 不要管 你们自己想办法 好 我们修一下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王文中 欢迎您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今天呢 我请我的女儿来上节目 她回娘家 也给各位听众朋友问好 大家好 我是王玲 对对对 所以我们今天呢 因为是我的生日 所以呢 我们就公器私用一下 然后做一个这样的特别节目 由我的女儿来访问我 问我这个65岁生日的 这个男性的 为各位付的主持人 这个怎么样 反正大家都是一家人 我们可以就这样子玩一玩 你们也是我们的家人 也希望这个 在影视前面的这个 今天过生日的朋友 生日快乐 我们今天这番是预录 因为晚上呢 他们要请我吃饭 所以呢 就请他干脆 你就来访问我一下 聊一聊 我们家人 对对 聊一个 聊聊这样的感情 可能各位就会有兴趣 这样子 但没有兴趣就关掉 好 你还有什么事情 要问你 伟大超凡的 好啊 我想一下 不要脸 所以我们刚才聊到的是 夫妻跟婚姻 对你 你从小到大 你看你爸爸 就是什么印象 你可以讲 听众朋友 搞不好觉得 听众朋友没看到 我家里的 家里的样子 你在家里的印象 不过说实在 跟外面的形象差蛮多 因为大家外面都是叫你 伟中哥伟中哥嘛 然后你就是一个 big boss的感觉 not really big boss 大老板的感觉 没有没有大老板 小老板 小老板 好 anyway 回到家之后 就是比较是我们三个女生 就是当然妈妈带头了 但是你就是因为 真的很爱家人 然后就会温和了很多 所以各位知道吧 我也回家 就像老狮子回家之后 对 像母狮子 就是第一位就是那个下降的挺坏的 但是很感动的是真的是从我从小有记忆之后 你不管工作再多么的忙你都是还是尽量会回家吃晚饭 所以这个是真的很感人的 就是让我从小有一个很健全的家庭观 然后很有爱的一个环境长大 这个不好玩呢 要讲点爸爸 好啊 来啊 想要聊什么 爸爸在家里 家里的地位当时大家不怎么样了 在家里吗 可是我先讲 就是说我是很在乎的全家人在一起吃饭 对 我也很喜欢有机会跟朋友一起吃饭 现在年纪大了你们不在 我有时间都要请朋友吃饭 像其实他们有时候我都要淡粉去吃饭 对啊 我觉得家人在一起吃饭 那个气氛很重要 很棒 对 所以然后 OK 你可以讲讲爸爸那个 爸爸在你从小看爸爸有没有什么糗事啊 或者你记忆最深刻的啊 或感人事情 你讲出来让我流流脸泪啊 蛮好 随便的 这个有一点难想 糗事吗 或者你记忆深刻的事情啊 或者什么 听众朋友不知道搞不好有兴趣啊 没有我们就跳掉了 那我可以问问你啊 我反问你 你有什么跟就是比如说我们父女梁 或者是你跟妹妹家家 你有什么特别记忆深刻的事情 是你成为人妇之后很新奇的一个感受啊 我记得 我讲一个 你小时候第一次记得最新的事情 那时候你妈出国 我带你去蒙德索里上学 然后那时候我们坐台湾街 我是公寓房子 把你打包好了下来 我要带你坐车 然后呢 一出门的时候呢 你穿那个小布兜很小 然后呢 我有笨 我带你 我很笨错嘛 嗯 一关门说压到你的手 然后你就哭 哇 眼泪跟滋来水一样 但你没有看爸爸 你就看得远方 你知道 你那个意思感觉到 怕爸爸看得很伤心 哇 一直哭啊 哇 那爸爸心都碎了 哇 我那时候就心就碎了 我本来想说不要上学了 我在地上把心捡起来 就后来你就 那个是很心疼的 对对对很心疼 这你自己有孩子就知道了 就是这个 就会真的是从头 从早上到晚上都在担心 对啊 然后另外就是 有很多很多地方感动啊 比如说你去美国读书的时候 你们需要在山上 然后呢 把你送进去了 你们需要那个就来一堆雾 很雾对 我跟你妈呢 两个人就 就是看你妈从那个 雾中走出来 然后我们两个就坐在车子里面 回头看 你们叫学校就被雾给遮起来了 天哪 然后我的女儿就在那个雾里面 就Misty里面 我跟你妈坐那里傻傻 傻傻的 不知道怎么办 坐车里就互看一眼 说你想吃什么 你妈说我想吃辣的 我对 我们就找那个韩国 韩国辣火锅吃一吃 因为我们那个新航都被掏空了一样 两的 对啊 你看看 你看看 我觉得我觉得你们以前是挺大胆 我想说我那时候才15岁就出国 不你自己想去了 是我自己想去 对没错 他那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两个 我跟你妈都没有留学的经验 也不懂 就默默索索 可是你那个时候 你小时候英文就还不错 然后你自己想出国读书 你觉得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这个可能是你一个心里的一个秘密 你觉得台湾那些教育 有时候那个甜鸭式教育 对你让你压力很大 有时候我看吃饭 你就坐在这边 他眼泪这样流下来 我因为说实在不是说太会念书的小孩子 就我比较喜欢艺术的东西 比如说画画什么的 但是我其他 比如说我上了国中之后 我真的课业就是真的不是很好 然后我就 其实应该讲起来就是有忧郁了一阵子吧 然后那时候就是很想去外面看看世界 很想换一个环境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那时候也是蛮大胆的 反而就是年纪那个时候比现在要大胆 我觉得做出这个决定 我觉得好处什么 好处是 其实你是你不讲的 你就是暗示的难过 我很压抑 不讲 那妈妈看出来了 妈妈说这孩子可能是真的要换个学校 然后我们就从 就把你调到别的学校去 然后学语文等等 其目的也就是说 你希望说看看你们就干脆早点出去读书 然后你自己也很努力 然后自己上网去申请学校 我跟你妈英文也不行 也不能帮你什么 对当然也别人帮忙 可是主要还是你自己了 那你自己也可以够勇敢 我是很感激你们了 我觉得如果就是父母跟小孩子相处 你感激我们 对所以要千万记嘴话 听众朋友听到了 所以以后长大之后 我们家每次的旅行费就请你好好努力 帮我们赚到 我努力真的我努力 是应该是应该时候是换我们 笑说你们 对啊 但是我是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父母能够多去跟孩子们沟通 他们自己的想法 其实会发现很多很多事情 就是不见得要把你的想法 完全全灌输在小孩子身上 而是据了解说 你为什么不开心 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忙忙的 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开导或是聊的 你可能就会发觉很多事情 就不会 因为青少年时期 尤其是我觉得很多父母 就是觉得跟自己的小孩子 有很大的隔阂 对啊 就会有那个期间 尤其是青少年时候 可是我们算是很能沟通的 但是你那时候不讲 你就是这样暗自谈 对我很不会讲 所以需要更大人更会沟通 还好你妈查阳观色 因为那个时候他 亡霖小说叫大胆王 什么游戏都爱玩呢 因为汤伯伟 然后就倒数玩到横拳玩 很冒险 突然到国中之后 一下子人就不讲话 对很安静很犹豫 他们那个学校很奇怪 他们那学校还排名次 只要分数差两到三分 那名次就是第一名跟第四十名 就差那几分 而且我觉得还要公布出来 我觉得很可怕的是 应该还是有很多学校都会这样 就是排名表是要带回家签名的 所以每一个家人 每一个家 就是每一个家庭都可以看到你 在班上第几名 所以最后一名的同学 你要想想他的心情 你就被全班的人 全班的人的父母还要看到 现在应该没有了 而且你跟你朋友 这样你也是每一次都会比较说 你比我前几名 后几名 其实那真的是给小孩子压力 很大很大的 我觉得很辛苦 然后那个时候呢 对我还去你们学校建议 我还是校长委员 建议说公布前面一名到十名就好 后面就不要公布了 学校点点的看看 对 谢谢 您的建议真的是非常好 那但是我们进完广告再告诉你 应该是办不到的 对啊 大家好 我是王伟忠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还是重复一下 今天呢 是请我的女儿来主持 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偷偷懒 然后也祝福 今天同样生日的朋友 生日快乐 我们今天供气私用一下 不好意思 不知道我的女儿表现怎么样 当然表现得很普通 然后好玩了 我们做一个纪念 然后也跟朋友不要见外 这个是预录节目 晚上我要去 我自己生日有个小小的家人请我吃饭 所以呢就请我女儿这样子 来跟大家服务一样 服务一下 我女儿呢 处女座都不动 所以各位也可以把他们蒙娜丽莎的微笑 动都不动 你动一下脖子 好好好 好了 还剩最后一段 我们谈了一些我们家里有趣的事情 其实跟每个家庭都是一样 对 本来体会最深的就是说 那时候在中学的时候 填鸭式教育让你很受不了 然后一下个性的改了 然后还有点忧郁 那后来还是你妈妈发掘了 然后就积极的向你转校 然后后来你就顺利出去 成为我们家清朝之后 第一个出国留学的学生 不过你到了美国之后 读书语文 语文还好吗 因为你英文还可以 然后有没有不理 有没有在学校被不理 这个倒没有 这个倒还好 对 不你们学校比较不错了 对又在山上 对 又到山上去不理别人的话 那比较不太一样 对了是还好 没有那个racist 种族学校应该没有 这个我倒没有碰到 但是当然是一个不可以忽略的一个问题 在校园里面 所以对啊 OK 但是OK Anyway 所以是你的生日 我想多问你一些问题 好 每次问你一个问题 你都讲好久 我很难主持 这个人 我不知道 我觉得你的声音还蛮好的 是应该不会让人家听得疲累 希望希望 对对对 好那你觉得你今天是65岁生日吗 对 然后我今年是 我是9月生日的 我27岁 对 那你如果可以回到过去 跟27岁的自己 说一些话 无论是鼓励或是什么 你会觉得你会跟他说什么 27岁的时候 爸爸很忙 已经做制作人了 脾气很大 少年 有点少年得志 不知天高地厚 如果 那个时候工作压力大了 也自己自以为是 如果那个时候 人生不能重来 还好我现在那时候服务的对 那个朋友 像小郭啊 小台啊 这些人后来都有些成就 那些制作人 有些还在线上 等等等等 虽然爸爸也很 也很斯巴达斯的方式 可是一方面也是急 另外一方面都是我带新人 所以其实没有办法 那个压力很重 不好在 现在大家还是朋友 就是还是朋友 昨天还跟小郭聊天 等等等等 所以你会想跟你自己说什么 我回到正题好吗 我现在讲 爸爸讲话要 所以我叫我说到哪里 我还想说 我问了一个很有深度的问题 结果完全偏提 没有没有偏提 我讲前提是这样子 我如果回去看我自己 我会跟他讲说 我跟他讲说 其实你可以用点别的方法 当然我的方法工作很严格 再下来我们就是兄弟朋友 意思是不要什么事情都很固执吗 不是不是太斯巴达 而且太 对人 太骄傲 对别人 太骄傲 少年得志 太骄傲 脾气也大 觉得那样东西 就是帅 是 对就那样子 哇你27岁就可以斯巴达 对 这也是很了不起 也不是了不起 就是 27岁的人 因为我们概念里面制作人 跟导播 都是蛮严格 蛮凶的 可是我也本来就是 我本来就有点军人个性 就是也是这样子 所以想要收一收你那个时候的脾气 可能就会人员好一点 对对 应该不是说人员好一点 可能事情会更好一点 顺一点 但是也不知道 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有安排 那爸爸现在对这个事情 反正已经发生过了 那还好 那这些 这些像小光他们一起 大家一起工作人 到今天为止 大家还是 还是 还是一家人 对 我们还讲 还有去吃饭 昨天还一起聊天 想点新的东西 还来得及 就人生只要有口气在 如果还 你还活着 其实随时可以去 把一些东西做改变 做一些补救等等 真的补救不行了 那就算了 就是虽然没有办法改变过去 但是如果你要领悟到一些事情 永远是来得及 来得及的 哇靠 这个总结 可以讲 这么有学问的话 没有白花学费 谢谢 你刚才那句话 再重新用拉丁语讲一遍 不行 我已经忘记了 我已经忘记我说了 王林很有意思 王林的英文 当然是他第二外国语了 不过他也日文也会 日文还会吧 还会一些 而且我很爱看动漫 对对对 日文还会 那我们老二呢 就是只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他老二王家学了两年的家教 那时候你家教教日文 然后突然有一天 两天之后 我再去听那个老师 他换两个老师 再去听那个老师 你老师对他很好 你老师还都要先叫他起床 阿一无恶 阿一无两年了 还在阿一无恶 我就跟他 没有没有 你没有讲最爆笑 最爆笑是 可能我不知道 我学了两年 然后我那时候 在高中也在学日文 然后呢 我就说好 我讲你学了两年了 那你会讲一二三四五到十吗 用日文讲 对他说一七二三四五六七倍 所以这个学费可能当初还是省了好了 太好笑 对 王林跟王家就有老二的个性不一样 我们两个姐妹很好 其实王林初一读书 王家很寂寞 王家很寂寞那段时间 他也有的叛逆的个性 所以说那就是我们的经验 如果两个孩子 如果说尤其是姐妹会干嘛 如果一个出去读书 另外一个变寂寞说父母要特别注意 对其实要多一点关怀 对他会有一些变化 尤其在中学 然后荷尔蒙啊各方面等等等等 那王家现在在旧金山读硕士了 小时候硕士 太厉害了 我们家学历最高的 学历最高 开玩笑 对啊太厉害了 你妈只是EMBA 她是MBA 对真的 不过王家在中广主持过节目 叫做这个挺Angel的 对 那还蛮好玩的两个小孩子 现在呢他在读心理学 对 王林是学的传播 也喜欢做制作 王林在美国呢 也做双语教育的制作性的节目 他喜欢儿童节目 这点还跟爸爸有点传承 那你现在那个结婚婚了 然后等事情处理到一个阶段 王林在美国要开始做事了 也想去做一些制作的事情嘛 对不对 希望咯 对啊 还是对这些比较有兴趣 对对对对 好 节目最后 你跟听者朋友 这个说一点 这个道别的话 如果下次还有机会的话 我们到别台去主持节目 可以啊 谁请我们 谁请我们上 可以 我也当愿 OK 好 谢谢各位听者朋友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你们照顾我老爸 听他废话脸片 谢谢 各位 一样 这个有生日的 十月生日 对 先先做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谢谢